小朋友他們對於環保的概念 都還只是我教你要這麼做 所以你這麼做 那他真的了解說 那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那個是需要慢慢去教育 我們希望透過環境的教育 讓小朋友他們從種植開始 那我們會解釋說為什麼要種竹子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動作 他可以幫助整個環境的吸附 會氧化碳能力又更好 再來就是他是可以被環境分解的一個好東西 理所當然是被持續對一直消耗的使用 你如果有辦法從最源頭做起的話 就跟從最源頭教小朋友的時候是一樣 他就有這個概念 或許懵懵懂懂 起碼他從小時候就有這個觀念 我們就開始在引導他一起去做 而不是說用講的 還是喜歡你陪著他一起去做很多走座的動作 做種子啊等等 因為這個會在他的身體裡面會記住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最有效率的 那種子完畢之後拿了一堵吸管回去之後 他就開始使用它 這個就是會達到我們想要教育說 減碩觀念從小時候做起 對整個胃癌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這一類的活動我們還是會持續舉辦 那之後也會慢慢的 如果有荒廢的山林 他們如果願意讓我們使用的話 我們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去種植竹子 未來我們要採用我們自己的材料的話 如果會有我們自己的竹子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珍貴的一件事情 可以度過我們自己的環境教育 還有教育小朋友的牆子 詞 從總統 僅寶寶默 我們在公平呢 這裡也就是駕裡